我想问一下三号女嘉宾情现成了 您也是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是吧 以前更加的事 啥也不干 马上我提前说啊 我就啥也不干 但是男嘉宾并建议 啥都会 就不干 你老公宠着还干啥呀 其实姐姐你发现没有 有很多时候就是说爱一个人 或者是欣赏一个人的时候 她是愿意付出的 因为她所做的任何一切 她都觉得很快乐 但是如果呢 你一直是享受这番爱的话 是不是对方也应该能够享受到 你对她的一种表达 你对这个家庭生活要求高不高 比如说地 你地给我脱地正亮 你能吗 脱地我都行 做饭 做饭行 都会 炒菜 会 这炒什么菜 回米菜会吗 回米菜不会 你是回米吗 我不是 我在我教你 就是你 就女嘉宾说了我不做可以你做 但是你一定要高质量的做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不做学啊 现在变质网上也是教的 就三号女嘉宾那有点那个诚 叫得什么 进什么了 你自己得都可以干 难道要求也别 就人家给你做送现成的 你还有要求 那现在都是时尚就得 吃东西也得时尚点 对吧 不能吃得平平淡淡的 就是你一定会把它培养得更高级 是吧 对 无论是做家务还是做饭 可以 行 男嘉宾您看您家务全做 饭嘛 也做 然后你没有啥要求嘛 就你竟付出了 我没啥要求 比如说我这么勤勤恳恳的 家里活都干了 能不能让我管钱呢 家里财政大学 我不管钱呢 你还不管钱 我不管钱 我就跟我前妻我也没管过钱 他自己过日 他就得自己管自己的钱 你要两个人过日 我估计就应该你得管钱 是你不爱管的钱太索了 不爱管呢 那如果真的第二段婚姻开始了的话 你也是以这种方式生活吗 对 你会放心吗 不是 看啥样眼儿 看这个女方 女方如果是对这个家有爱心 对家负责任那可以啊 你比如说这个钱 如果放在男子手 那女的花钱胆就大 你比如说你放在女子手 他就舍不得花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在这婚姻当中享受什么呢 我就干活儿 别杀不过 你就享受干活儿 那你自个儿就干呗 有任何处 比较普遍 还非得多个人 还得送个人 你能跟我爬山 登山 就有这么一个要求 三号女嘉宾可以吗 可以 我身体好 身体好 都行 没有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男嘉宾表达的呀 这真是实好男人了 对 这是一个习惯 其实他照顾人已经形成习惯 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 你让他一下子 对方伺候我 我跟你说 可能会慌神 让他没有事做 他会很难受 我想问一下 三号女嘉宾 就男是表达的这种程度了 你觉得他所说的话 可信度有多少 百分之八十 你就对他的这个人品 非常肯定 你认为他现在所说的一话 一个承诺 对 以后百分之八十都能兑现 是吧 那谢谢 是吧 这都可以宣证 都可以宣证 监督你 我发现真的生活当中 真有这一类人 就像大哥这样的 他付出他就快乐 因为他付出去之后 得到对方的认可 在这个时候 他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是吧 这种满足感 增强了他的自信 然后回头来的更多的 愿意为对方付出 就像登山队一样 他没有那么大的爱心的话 他怎么样才能够 拢这么一堆人 一起去登山呢 但是有一个事 阿姨 咱不能失去理智 无论你俩聊得多好 我有个事提醒叔叔 在没有感情基础 或者是你在没有登记之前 你这个钱 财政大权 真的是不要轻易交给对方 这是文文提示你的 这个吧 我想 我想这个得出一段 了解一段 看这个女的 真的这个有志愿心 可以交 最好是有婚姻之实 我自己 那必须得要领证 领证就能给 什么都交了 领证就完事了都交了 对不当记碗碑碗一样 这儿和他同时倒手 来吧 说了个这么多 其实男嘉宾一直说 我不要任何的回报 这是我听到的 唯一一个 不要任何回报 全心付出的一个男士 那女嘉宾你也不要觉得 他就是愿意对别人好 你就有一种坐享其成的 这种态度也不对 我觉得吧 什么都是公平的 当别人拿真心来对待你的时候 是不是同样也会换回你的真心 我就不信 你就在家里 真的就能够坐享其成 一动不动 不能 都互相那位的 他能教他 也能使唤命令 阿姨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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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 你就指挥这玩意 指挥 你也对阿姨 我这开玩笑 你真是往这个道上走 这一点时代 他越来越打样 是不是 他愿意弄住 好帮助 他喜欢指挥 你喜欢被指挥 我觉得你俩还是挺配 你和女人一样 经历地界很严重 谢谢